西武海中战斗力最强的六个人 果实开发最完美的暴君雄彩排第四 有三个人的战斗力能抗衡四皇 第六名克洛克达尔 别看老沙当年只有8100万的赏金 居然挑战过世界最强男人白虎 曾经还和巴雷特有过战斗 据说是打成挺爽 巴雷特的实力可不输雷利 在阿拉巴斯坦被路飞打败 一方面是轻敌 另一方面是路飞的主角光环 来到顶上战争老沙的表现非常好 与多福朗明哥战斗场面上也是无误 与世界第一剑豪鹰眼对战 也能让对方乖乖停手 不再继续攻击路飞 后来用一招沙诺大剑劈开赤犬身体 可见他的实力很接近大将水准 目前老沙的赏金是19万6500万 不比任何一位皇妇的赏金低 第五名多福朗明哥 明哥和克洛克达尔的实力很接近 两人在顶上战争也是不分胜负 不过明哥已经展示过恶魔果实觉醒能力 吊打过四档状态下的路飞 明哥还拥有霸王色霸气 虽然没掌握霸残攻击 天赋上比老沙好一点 不过明哥对战罗的时候 暴露出武装色步强的弱点 实力上限也不会很高 第四名暴君雄 大雄绝对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战斗力 对恶魔果实的开发也是堪称完美 不仅拥有堪比光的移动速度 还有超强的回复能力 让人瞬间精神百倍 在相波地群岛时 大雄主动介入雷厉和黄元的战斗 实力应该不输他二人 也没把黄元当回事 即便是成为没有感情的奴隶 赤犬也得亲自出马 反映出大雄真的很强 第三名女帝汉库克 在七五海中汉库克是唯一的女席 却被战国夸赞拥有接近大将的实力 七五海制度废除之后 黑胡子带着两名手下 前往九蛇岛抢卓甜甜果实 结果大九和戴鹏被瞬间释放 趁着汉库克攻击刻骨 靠偷袭才抓住女帝 黑胡子自己也说了 一旦自己松开手 也会被甜甜果实的石化攻击打败 从黑胡子畏惧的态度来看 汉库克绝对拥有抗衡四皇的战斗力 第二名鹰眼米霍克 作为世界第一大剑豪 鹰眼的战斗力不用强调 绝对是最底尖的存在 曾经与香克斯多次打成平手 海军也强调鹰眼的剑术在香克斯之上 目前鹰眼的赏金是35亿9千万倍 比四皇陆飞和巴基还高出很多 鹰眼队伍装色的修炼很高 已经打造出黑刀 应该还具备霸残攻击 第一名黑胡子帝奇 当年黑胡子击败开始成为七五海 目的是前往海底监狱寻找伙伴 来到马林范多之后 黑胡子击败最强男人白胡子 得到超人戏镇镇果实 之后击败马尔科率领的众多队长 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皇帝 不过黑胡子对霸气的修炼不强 被罗用手术果实狠狠揍了一领 暗暗果实对鹰眼并没有克制作用 说不定黑胡子还打不过世界第一剑豪